一项财大起诉的加州最近又要发钱了 因应高油价 加州州长纽森与加州立法机关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 向加州纳税人退款95亿元 而不是最初计划的发给拥有车辆的加州人 今年秋季 特项特定收入的家庭提供最高1050美元的退税 此协议总算让被创纪录的油价和生活成本压子喘不过气来的民众 带来期待已久的财政补助 根据这项发钱计划 主要向中等或者收入较低的家庭提供不同等级金额的退款 包括对抚养人的额外支出等 此项退款计划分三级 年收入不超过75000元的个人纳税者将获得350元的退款 年收入达15万元联合申报者将获得700元 若有抚养人将额外获得350元 这么算来 一个家庭最高可拿到1050元的退款 除此之外 年收入不超过12万5000元的个人纳税者则可得到250美元的退款 联合申报且收入不超过25万元者500美金 儿童或其他受抚养人可额外拿到250美金 家庭最高可拿到750美金 另外 收入不超过25万元的个人可拿到200美金 联合申报收入最高达50万元者可获得400美金 此层级收入的家庭最多可获得600美金 这项退款计划是纽森和立法人员预计宣布更庞大加州预算协议的一部分 立法者上周向纽森发送一项总额超过3000亿元的加州初步预算计划 包括最初提供80亿元退税提案 尽管纽森最初希望今夏能将退款送回到人们口袋中 但州议会民主党之间存在分歧 将时间表推送几个月 若本周立法机关正式批准上述协议 这批退款可能要延至10月才能开始发送 其他预算计划还包括替K12年级教育提供更多的资金 替医护人员提供新冠肺炎额外奖金 应对干旱和野火资金 扩大堕胎服务使用范围 及加州民主党领导人严拟其他资金优先计划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替民众解决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 这也一直是纽森和立法者之间 关于如何使用加州剩余税收的辩论关键 预计明年夏天 加州将出现高达970亿元的税收 几个月来 双方在谁应该收到退税 以及应该收到多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纽森最终放弃 原定将驾驶人及车辆拥有权挂钩的退款计划 同意与立法机关合作 向大费人直接发送退款与现金卡 参议会和议会领导人 呼吁将富有的加州人排除在该退税资格以外 然而根据目前达成的协议版本 个人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 联合申报所得在50万美元以下 都可获得退款 这是他们最初提议上限收入的两倍多 立法机关通过初步预算 已满足6月15日最后的期限 但目前尚未与纽森就退税或直出计划达成协议 预计本周将对此计划进行最周投票 根据新协议 总退款金额将比立法机关最初的计划 增加15亿元 达到95亿美元 要说加州的平均油价在全美遥遥领先 这1050美金到账后 也算多少给加州居民一份大大的安慰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